这是我们的一个表头 它可以显示电压和电流 红色显示电压 蓝色显示电流 我们这里面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调铃的方法和校正的方法 来讲解一下 在我们进行那个调铃和校正的时候呢 需要准备一些小工具 螺丝刀 镊子 类似的也可以 只要道理 原理差不多就行 我们这里呢 首先肯定是要先接好线 接好线让插电 接线的时候呢 这里面这个关于电流的 可以先不用接它 避免出错 然后这接线的话 黑线接GND 红线和那个黄线 它俩可以共接一个VCC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接线一定要不要搞错 也不要搞反 不然的话后面无法进行 有可能把东西烧坏 那我们把它插上去 这个东西不要插反 插反也插不下去 OK 插上去之后 它显示呢 第一的感觉就是 它电压显示的不太准 电流呢 因为我们就没有接负载 电流也不准 这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先归零 归零的话 我们就先短接 短接它两个孔 这边注意 这是IC 短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要把它搞短路了什么的 这样的话 就坏了 所以我们小心一点 然后就短接这两个孔 把这两个孔短接 短接说的什么效果呢 就是屏幕这边会短暂的显示几个横杠 我刚才已经短接过了 它就显示 它已经归零了 现在电流就是零 电压呢 感觉有点不准的话 我们再调电压 OK 现在是归零 看这里 看这里 这边显示这个电压呢 和它有点差别 有点差别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电压弄整数的吧 调整整数的 好 现在整数 OK 我们现在开始调这个电压 调电压校正的话 它背面有两个电位器 这两个电位器 它会显示 IADG和VADG 你看这个地方是IADG 然后这边是VADG 所以说 我们调电压 那就调关于电压的那个电位器 OK 我们感受一下 我们这个呢 顺时针是偏大的 逆时针是偏小的 我现在需要逆时针 让它接近14.0 OK 现在14.0 和它保持一致 我们再跑一下电压 看它是不是一致的 像一下 8.59 8.6 8.55 那就这样 我们再调高一点看一下 OK 它是存在一定的误差的 OK 这就是归零和校正整个过程